喂 屋叶吗 我既做三单元 我主卧的洗手间坏了 你派人上来修一下好不好 行了 修好了 放心吧 谢谢你啊 不用 不用 你把脱布拿来 我帮你把地面擦干净 好 我来吧 我来吧 别客气了 我来吧 我来 我来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你手劲真够大的 你都捏疼我了 真不好意思 我是说你就别站手了 我来帮你擦干净就行了 我来吧 我来吧 你贵姓啊 不贵不贵 他们都叫我柱子 以后啊家里有什么活 要是利息活 我都能干 我来吧 你不贵 我来吧 我来推荐 你了 我来推荐 你吃饭 我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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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饭 我来吃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啊 你长得这么漂亮 又开有店 年收入过百万 怎么就解决不了个人的问题吗 再过几年 成了老姑娘 可就没人要了 我吃饱了 我就不敢回来 一回来你们就唠叨 你得答应我们 今天一定把个人的问题解决了 明天生个孩子 爸 我也不能跑到大街上 抓个男人回来结婚吧 我可以给你托亲戚朋友介绍啊 我又不是处理品 我不需要介绍 介绍怎么了 我和你老爸 当年就是人家介绍的 时代不同了 你以前不是说 有个结过婚的男人对你好 最近怎么样了 吹了 你看你 我早就劝过你 不要和结过婚的男人来往 这不 那男人占了我们闺女的光 跑了 妈 什么叫谁占谁的光啊 爱情就是爱情 她可是答应要和你结婚的 你也一直在等着她呢 她死了 李小姐 哦 是你啊 吓上去了吧 我等你有事儿 什么事儿啊 是这样 上次我帮你家修管道的时候 我看西水池下面开胶了 我这不 找了点胶 想帮你粘上 哦 不用不用了 哎 没事儿没事儿 我是不是下班了吗 又劳动 不收钱 不用了 哦 好吧 好 那就算了 那我走了 哎 李小姐 哎 李小姐 要不 我把交给你 你自己粘吧 要不 你来帮我粘吧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 还是您自己来吧 给 你既然来了 还是你帮我粘吧 来 好 好 去吧 哎 你又快补去吧 你又不愉快了 你又不愉快了 我走 好 你又不愉快了 你又不愉快了 李小姐 修好了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不用了 那你待着吧 我走了 那好吧 再见 柱子 你等一下 还有事吗 李小姐 拿着 不不不 这个钱我不能要 说好是义务劳动嘛 拿着 我不要不要 这么点小事 你还客气什么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又把你弄疼了 这个钱我怎么能要的 那多不好意思 喝杯水吧那就 柱子来坐 好 那就白开水 好谢谢 破费了 柱子 你很结实 你是不是经常锻炼 哎 干体力活的嘛 身体都结实 那你们家的小孩 都随你很结实吧 哎 我还没结婚 还没结婚 人家丝 这还没有 这还没结婚 你也是 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我知道了 我跟丹丹明天去爹的 算了 还是让阿贵给他打电话 请他到家里来吧 我得好好说说他 他太冲动了 不懂事 小慧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 说吧 根据你的意思 最近事情比较多 不想离开家去外地拍戏 不接拍电视剧和电影 所以我帮你接了一部舞台剧 舞台剧啊 那好啊 这是刚刚从国外翻译过来的 是近几年才发现的古希腊悲剧 叫暴雨来了 古希腊悲剧 都有写神的故事吧 可是这部暴雨来了 是写普通人的 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 奥利比德斯的新发现作品 是首次翻译到我过来的剧作 是吗 那绝对是大师级的作品啊 奥利比德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我在读大学期间 读过他的美迪亚和Haren 美迪亚的丈夫想成为国王 必须和公主结婚 美迪亚知道以后非常气愤 就杀死了丈夫和儿子 也杀死了国王和公主 有一段戏 就是他杀死丈夫之前 心里挣扎的写得棒极了 你说这部剧是写平民的 是的 是前几年刚刚出土的归宝期作品 写的是贵族和平民发生的故事 描写的是一个古希腊贵族 娶了一个年轻的比他小二十岁的妻子 他们结婚了 老父少妻 经过十年的婚姻 他们已经没有了爱情感觉 一切都在重复昨天 甚至他们一年都没有一次那方面的生活 有一天 一个小偷 进了贵族的屋子掏东西 结果 被贵族妻子抓住了 小偷 跟贵族妻子说 自己又怀孕九个月的妻子 和八十岁的老母亲 贵族妻子决定 放了小偷 小偷在临走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个贵族妻子非常有姿色 于是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 贵族的妻子在和小偷发生关系之后 第一次有了人生的感觉 贵族妻子突然问小偷 你什么时候再来 有一天 这个小偷又来了 可是却被贵族的丈夫给抓住了 于是一场较量开始了 贵族妻子为了保护他自己和家庭 决定指证小偷 于是这个小偷被送进了古希腊监狱 并且劳役二十年 二十年过去了 小偷出来了 他找到了主人 要求主人赔偿他二十年坐牢的损失 主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 贵族丈夫和妻子 联手杀死了小偷 可是 就在他们杀死小偷之后 他们突然有了欲望 于是 他们再来了 可是 就在丈夫和妻子拥抱的时候 丈夫却因心脏壁复发 从死了 妻子 望着一边是丈夫的尸体 一边是小偷的尸体 茫然如丽 大木 徐徐 落下 故事很绝 可怎么又是强暴 小慧 强暴这种事情 只是个载体 关键是写人的 剧本还有诈篇 非常戏剧性 非常人性 不行不行 这部话剧我不进 虽然它是古希腊悲剧大师的作品 小慧 你知道他们制作人请了谁 我不感兴趣 这部话剧就算了 好吗 他们请了 孙云义 孙云义演你丈夫 舞台大师 孙云义啊 你们这是在炒作啊 拿我和孙云义十几年前的绯闻来炒作吸引眼球 小慧 现在就是眼球竞技啊 而且你不是一直想回归舞台吗 你出道后的第一个剧目就是舞台剧 是莎士比亚戏剧啊 孙云义是中国最好的演员 最好的舞台演员 他同意了 合同都签了 他怎么会同意演这部剧呢 因为他听说 你来演这贵族妻子 所以他愿意演丈夫 而且是个比你大二十五岁的老丈夫 老季 这又是你下的套吧 你先告诉孙云义我会演 现在要告诉我 孙云义会参加 你用孙云义在引诱我 因为你知道 我亲目他的舞台演技 孙云义也亲目你的舞台演技啊 不不不 在舞台表演上 我只是一个学生 可他是大师级的 他的舞台形体 他的舞台台词 他的舞台表演力度 他的舞台魅力 都是最棒的 最优秀的 没有人可以比 所以啊 你们两个的再度合作 一定会令全国的文艺借助 这可是大手笔啊 什么都有了 我跟他 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全国的媒体 都会关注 以前 你不是单身 无法合作 是因为爱着赵子杰的面子 现在你是单身了 想和谁合作 就和谁合作呀 他的家属没有顾虑吗 我听说他找了一个 比我还年轻的 女演员结婚了 你要知道 好演员 一在舞台上表演 那可是会放电的 所以爱上他的 年轻女孩子 一定很多 这回 是抓住你的眼儿了 我们都知道 你是非眼不可 他的家属 真的没有顾虑 人家孙云义的家属说了 事情都过去十几年了 不在意 小慧啊 你是不是 怕燃起旧情啊 怎么样 那我就签了 等等 能不能换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 简直就是 为你和孙云义写的 怎么可能换呢 换一个不合适啊 小慧 你是不是怕 控制不住你自己 那倒不会 我孩子都这么大了 那为什么要换剧本呢 你强暴能不能改啊 好我的何小慧打明信 人家古希腊悲剧 写的就是这个主题啊 你怎么可能把一个主题 换成另外一个主题呢 而且 这个强暴 怎么能够称作为强暴呢 只能称作为疑似强暴 小偷是发现贵族妻子 非常有姿色 起了坏心 有了欲望 有了动作 可是 她是在别人家里啊 只要妻子大喊一声 或者分离反抗 那小偷 能强暴成功吗 正是由于 贵族丈夫和妻子 多年来夫妻生活淡漠 才造成了这个疑似强暴啊 小慧 你知道吗 通过这个疑似强暴 简直观照了 我们现代社会的家庭问题 很人性 很深刻 很有现实意义啊 而且剧场和工作人员 合同都签了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等你了 不行 小慧 你电视剧电影都不拍 不出远门参加任何商业活动 我们公司损失惨重啊 为了你一步 我竞技公司的损失 我们琢磨出这么个项目 你要是不参加 那我在演艺界 真是叫你给毁了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不是 你怎么就这么反感强暴呢 为什么 难道 难道你被人强暴过 混蛋 小慧 小慧 我错了 我错了好吗 看在咱们合作多年的份上 你就放了我 饶了我吧 这么多年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小慧 你就帮我这次吧 实话告诉你 再没有征得你的痛一下 我已经跟人家签了 如果要毁约 我们公司的赔死了 小慧 小慧 好了好了 我演 季正空你给我听着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 我要跟你节运 我要和你节约 找你的 快geben 感谢观看